好 大家配眼镜 找眼镜行对不对 但是现在您知道吗 有两万多位的艳光师是没有专业证照的 未来这些眼镜行的员工 要有合法艳光师的资格 才能够帮民众来艳光 无照的艳光师最高开罚15万 麻烦小姐你下巴靠这边 进士了直接上眼镜行 眼镜行人员帮忙量度数配眼镜 但未来这些眼镜行员工 要在艳光人员法通过前 拥有艳光师的资格 才能帮民众艳光配眼镜 二十几年了 所以是现在目前有执照吗 目前是还没有 在台湾 近视组常常直接在眼镜行 艳光配眼镜 关键艳光人员也多为师徒传承制 法令修正后将影响全台 约五六千家眼镜行 为了眼镜艳光人员如果无照艳光 将处3到15万的罚款 艳光师要高职相关科系毕业 实习合格后才能帮民众 工作眼镜艳光 而艳光师还能遵照医生的指示 帮民众进行角膜缩型 两种资格每六年就要进行执照的更新 这样一来至少两万名的眼镜行人员 都需要考执照 目前是台湾的法令是没有规定说 艳光师一定要有执照 眼镜的调整或者是说 本身艳光这是基本的 考试的东西就是跟我们每天日常生活接触的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可能有一些比较专业专有的那可能我们就还要再去加强 此外艳光人员只能帮六岁以上的民众艳光 六岁以下的儿童还是要找眼科医生 违反规定除了开罚甚至会废除执照 达到执照才能验光对于许多民众多了一份保障 但是一旦立法通过草案 很可能现在没有考照的艳光人员瞬间失业 如果由专业的人员来进行眼镜验光 未来也可以减少不少配警纠纷 全内新闻阿公雅迈陈世彤台北采访报道